乾隆林姓十三岁晋妃,嘉庆皇帝的忍痛割爱,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在清朝的历史长河中,嘉庆皇帝的一道诏令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竟然忍痛割爱,将年仅十三岁的晋妃赐予了当时已经八十八岁高龄的乾隆皇帝,这个看似匪所思的决定,背后却隐藏着诸多玄机和政治考量,嘉庆元年,乾隆皇帝善为于嘉庆,自己退居幕后, 但仍掌握着实权,此时的乾隆虽然已知暮年,但威严犹存,对朝政的影响力仍然不可小觑,嘉庆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为了表达对先帝的尊重,决定以晋妃为礼物,向乾隆示好,欢迎收看本宫八历史,点个订阅,一起学习历史知识,乾隆八十八岁的时候娶了十三岁的晋妃,这是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个女人,更悲惨的是 晋妃嫁给乾隆的第二年,乾隆就驾崩了,十四岁的他就守了寡,话还没有完全绽放,就凋零了, 晋妃其实还是乾隆最宠爱的皇后孝贤淳皇后的侄孙女,出生名门望族, 她的曾祖父是大学士马吉,父亲也是朝廷重臣, 家里人在他十三岁的时候,把他送到宫中竞选嘉庆帝三年一度的秀女大选,希望他有朝一日能登上高知, 为家族增光天才,嘉庆帝在选秀的时候,看到这位复查小姑娘的确眼前一亮, 眼前的小女孩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让人看一眼就能喜欢, 但是嘉庆皇帝却是看着他像极了一个人,那就是已经去世的孝贤淳皇后, 乾隆皇帝最最爱的一个女人,孝贤淳皇后是雍正帝亲自为乾隆挑选的嫡妇禁, 她除了冒昧如花之外,还是襄皇其中的贵族, 是很有贤后特质的一个优雅女性,乾隆和傅察从当王爷的时候起到自己当上皇帝, 都是夫妻恩爱,甜甜蜜蜜,乾隆被他的皇妇赐名长春居士, 乾隆就把傅察的居所改名叫长春居,可见乾隆对傅察的感情有多深厚, 傅察先后生过两个孩子都夭折了,乾隆非常悲痛, 但是没有减少一丝一毫对傅察的疼爱, 只可惜在1752年,孝贤淳皇后在随乾隆帝东巡的时候, 在德州周次去世,傅察去世以后,乾隆极度悲伤, 每到他的忌日的时候,乾隆都会去之前的长春工作很久, 怀念夫妻二人在一起生活过的日子, 嘉庆看父亲这种情形,也是痛在心上, 所以他看到眼前的这个女孩, 被他的容貌和气质所深深的打动, 但他没有把他那位自己的妃子的想法, 而是想要送给自己的父亲乾隆, 来抚慰一只慕年的皇阿玛, 这个13岁的小妇察只是长相像他的姑奶奶而已, 而就是因为这一点,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本来是预想要当嘉庆的妃子, 不成想变成了太妃, 13岁的他新婚当晚看到这个比他爷爷还老的丈夫, 心里到底有多绝望, 那时候的乾隆虽然已经退位, 但是实权还掌握在他的手中, 嘉庆也不过就是走个行事的皇帝, 他送个妃子给乾隆, 一是为了讨好他的皇阿玛, 以稳固皇权, 二是可能也的确心疼一只丰烛残年的父亲们, 乾隆看到儿子送给他的这个妃子, 还是很喜欢的, 并没有拒绝, 进宫后封他为常在, 之后又封为了晋贵人, 88岁的乾隆弟, 这种年纪对男欢女爱的事已经无能为力, 晋贵人在他身边的陪伴, 只是他深爱的孝贤纯皇后的影子而已, 小妇杂嫁给乾隆第二年, 乾隆就去世了, 十四岁的他成了一妃, 小小年纪就开始在这高高的红墙之内守管, 他无耳无拟, 每天与那些五六十岁, 七八十岁的太妃们在一起耗着日子, 幸运的是那时候的清朝已经不用殉葬了, 能保个活命, 乾隆去世后, 嘉庆开始抄大贪官和珅的家, 清算前朝重臣复查家族, 或许是对晋贵人心中有愧, 并没有对他动手, 让他还能过着平静的日子, 直到道光登基称帝的时候, 他还活着, 他成了最年轻的一太妃, 也是辈分最大的妃子, 道光帝非常尊敬他, 并且给他升为晋妃, 好景不长, 道光二年, 晋妃在经历了乾隆, 嘉庆道光三代皇帝后, 他也寿终正前了, 中年时也就四十岁左右, 晋妃去世的时候, 乾隆已经去世很久了, 所以墓地里也没有了晋妃的位置, 道光命人为他改了城池, 才有了他死后的方寸之地, 在那个乱世的封建年代, 晋妃这样的女子, 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 一招进攻深四海, 无论是孤独还是快乐, 都要在红墙中终结此生, 幸运的是他一直低调肚子, 没有经历你死我活的功斗, 在《甄嬛传》里有人说过一句话, 他好像赢得满面春光, 又好像输得一无所有, 这就是红墙黄瓦中女人的真实写照, 晋妃年仅十三岁, 花一样的年纪, 却要被迫侍奉一个冒蝶老人, 这无疑是对他命运的无情捉弄, 然而, 在那个权力至上的时代, 个人的命运往往无法自主, 他身为后宫嘉丽, 更是身不由己, 乾隆皇帝欣然接受了嘉庆的这份厚礼, 他对晋妃宠爱有加, 时常召入寝宫世界, 虽然年龄相差悬殊, 但乾隆的雄风犹在, 他与晋妃的相处倒也和谐, 然而, 这份和谐背后, 却隐藏着嘉庆皇帝的深远用意, 嘉庆皇帝忍痛割爱, 表面上看是为了讨好乾隆, 缓和两代皇帝之间的关系, 然而, 这只是他诸多考量中的一个方面,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 他希望通过晋妃, 在乾隆身边安插一个眼线, 年幼的晋妃聪明伶俐, 颇有姿色, 他极有可能成为乾隆皇帝的宠妃, 如果能够通过他掌握乾隆的一举一动, 对于嘉庆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嘉庆皇帝也希望通过这一举动, 向朝臣们展示自己的孝心和仁慈, 他将晋妃赐给乾隆, 既表达了对先帝的尊重, 又彰显了自己的大度和孝道, 这对于巩固他的统治地位, 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 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事情的发展并未如嘉庆皇帝所愿, 尽管晋妃得到了乾隆的宠爱, 但他并未能成为乾隆的心腹之人, 乾隆虽然年纪老迈, 但心智仍然敏锐, 他不可能不知道嘉庆的用意, 因此, 他与晋妃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并未透露太多关于朝政的信息, 嘉庆皇帝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他不仅要应对朝政的种种问题, 还要应对来自后宫的纷争, 晋妃虽然得到了乾隆的宠爱, 但在后宫中仍然处于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他必须小心翼翼的处理与其他嫔妃之间的关系, 以免陷入无尽的争斗之中, 乾隆皇帝最终在嘉庆三年去世, 享年八十九岁, 而晋妃也从一个小女孩成长为了一位成熟的女性, 在乾隆去世后, 他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过着平静的后宫生活, 他的故事也逐渐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 在乾隆的统治之下, 清朝达到了疆域最广, 国力最强的顶峰, 然而在他位居权谋之巅的时刻, 他却在御书房里做出了一个令朝也瞠目结舌的决定, 主动善位, 傅察士身着烟红锦群, 宫中的花竹映照出他眼中的无奈和愤怒, 曾经是嘉庆心中的明月, 如今却成了一颗不得已的牺牲品, 乾隆的旨意如刀割般降临, 命令皇子将新选入宫中的美女献给他, 以供他观赏和临性, 傅察士明白, 这并非嘉庆的选择, 而是在权谋的棋局中, 他成为了一颗被牺牲的棋子, 出入宫廷, 他曾以聪明和美貌惊艳整个后宫, 成为嘉庆的宠儿, 然而命运却如同莽撞的骏马, 将他带入这个充满权谋的世界, 嘉庆无法将心爱之人从乾隆手中夺回, 太上皇的威严无人能敌, 在这场心如刀割的抉择中, 嘉庆明白, 反抗意味着可能引发父子之间的激烈冲突, 动摇清朝的政治基石, 傅察士眼中闪过坚毅, 他知道他必须屈服于这残酷的宫廷规则, 他轻盈地行走在宫廷长廊中, 仿佛一只受困的飞蛾, 终将被权谋之火所吞噬, 嘉庆的眼中闪烁着深深的不满, 但他知道, 为了维护家族的尊严, 为了维稳朝局, 他只能忍痛割爱, 将钟爱的女人送到父亲的身边, 这一幕宛如宫廷戏中最心酸的一幕, 傅察士的微笑仿佛是对宫廷荆棘的默默回应, 他背负着宿命的沉重, 嘉庆则承受着父爱和君臣之责的双重拷问, 傅察士曾是乾隆强行临性的对象, 成为了他的近贵人, 然而这并非他命运的终点, 而是一个漫长而孤独的旅程的开端, 一段几乎跨足近四十年的心灵漂泊, 尽管在宫中得到了乾隆的宠爱, 傅察士却未在自己的腹中留下任何子嗣, 他的孤独不仅仅是绅士的孤寂, 更是心灵的寂寞, 随着乾隆的离世, 他迎来了嘉庆的冷漠和指责, 沦为宫中的弃腹, 一切宠爱和温暖在瞬间消散, 他在宫中度过了漫长而寂寞的岁月, 没有亲友相伴, 只有无尽的孤独和痛苦, 然而命运在他生命的晚期, 为他带来了一些许的安慰, 随着道光帝即位, 看到禁妃是乾隆所有后妃中唯一尚在世的人, 他决定遵封他为皇祖禁妃, 并赐给他一些财物和侍从, 这或许是对他一生不义的补偿, 也是对他在宫廷中黯然无闻岁月的尊重, 在这最后的时光里, 禁妃或许找到了一些安宁, 虽然他曾是宫廷中的玫瑰, 却在漫漫岁月中黯然凋谢, 禁妃的一生如同宫廷中的一场遗梦, 他是乾隆权谋的牺牲品, 是嘉庆权谋中的无辜受害者, 生命的舞台成为了宫廷权谋的舞台, 命运的悲歌在他身上婉转响起, 在乾隆的权谋漩涡中, 覆察是成为了无法逃避的一环, 他曾是皇帝眷顾的宠妃, 却也因此背负着沉重的厄运, 在嘉庆时代, 他更成为了无奈的受害者, 被夺走心爱之人, 遭遇冷漠与指责, 他的一生被各种权谋所裹挟, 如同一颗飘零的落叶, 始终找不到安宁的港湾, 导光时期, 锦妃的身影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消炎, 最终走到了一生的尽头, 他成为了乾隆所有后妃中最后一位葬入玉陵的人, 宫廷的一抹亮丽色彩在他的离世中逐渐暗淡, 他的离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宫廷权谋的悲歌在他的离去中戛然而止, 他的离世并非终结, 而是一种解脱, 解脱于宫廷的牢笼, 解脱于权谋的纷争, 他的故事永远定格在历史的篇章中, 成为了那个宫廷时代无法抹去的印记, 解脱于海盗, 亩的步事永远都怪免还要就是在历史上第6位, 你和安全无法抹去的部队亡能直接放入队争,